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陶哥斯很勤奋 我看比陶哥还勤奋 他是在YouTube上 我几个前提跟大家讲 他是在YouTube上 从他的描述的角度 就我个人来讲 他是能看见 就是指天幕开了 这个就明确讲 他在Pray的时候 他在祈祷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怎么祈祷 比如这样这样 我不知道 我没有不尊重宗教朋友们 这种意愿 但他一般是在祈祷是看到的 他是这么讲的 但是他当他在讲那个大疫情 大瘟疫的时候 那个不是在祈祷 他就是走着走着 突然开了 天幕开了 突然天幕开了 有一些是一些特定的条件 我原来跟朋友解释过 比如说几乎我们所有人 都有过这种现象 特别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进入社会 结婚了生孩子了 这种现象就少了 比如说人们就 就这么突然一回脸 你就会觉得 你现在看到这个场面 你完全见过 他是定格的 他一张照片定格的 就是你看见这个感受的时候 他虽然有时间流动 但是在你的视觉中 他是定格下来的一张照片 一个影像 这个影像曾经见过 所有人 几乎所有人都类似的 这种场面 如果做不太恰当的比喻呢 很多人天幕开了 不过如此 类似 可能朋友说 陶哥你怎么知道 我经历过 我经历过 而且在经历了 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跟朋友解释过 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状况 那是一种很感受的 就是从修行的人角度来讲 那是一个 值得感恩的一个 我们讲 叫宵夜的过程 在推特在节目当中 有些朋友留言 很显然他能接触到当时我个人的状况 我看的留言是 所以在那个背景之下 我见到过 我见到过好的 我也见过 我见过不好的 也见过非常非常令人敬重 感恩的场面 所以我才跟朋友敢说 是这样 他现在比格斯讲的故事 类似 只不过是他 只不过是他 我闻的是我一生来很少 很少能够 就这么多年 才见过这么一两次 涛歌平自己的悟性 跟朋友理解 这不是真理 这个不是 我局限在我个人的角度 因为 他现在太火爆 原因就是 原因就是 他 看到了川普被打 大概不到 川普被打是哪天 7月 7月 7月14号 对不对 开枪 今天 7月 24 25 10天 你知道他在YouTube上涨了多少 涨了将近10万个follows 他原来只有21万 22万 20万多一点 比涛哥在这个二频道这个才多了大概2万 涛哥现在这个这个频道18万多终于不再掉了往上涨了 那他是21万 那他是21万 现在将近32万 所以这是很多人 美国人就是讲英文媒体人 也在追他 就是因为他太准了 他一点偏差都没有 这个你让人就很难 他自己是做YouTube的 他自己是做YouTube的 但他又能看得着 所以涛哥是秉承自己能理解的部分跟大家解释 里面呢要感谢自己的师父 因为修在自己 供在师父 所以在修炼上有自己的悟性跟理解 我不相信有多少人在解释他看的东西的时候 能跟涛哥解释是一样 我不太相信 这个这个 比如说涛哥你是在吹牛是在干嘛 我在讲实话 我个人只能说我在讲实话 所以他 他有他的认识 那里面处理到 比如说我们说 弥撒亚 基督啊 耶稣啊 处理到的那些内容是跟他处理有关 有朋友说 涛哥你得读圣经 你刚才 有一个朋友说 你说的弥撒亚 基督和这个耶稣 你给我说晕了 不是我说晕了 是他当时就这么说的 所以就是 出现这种分歧 对吧 基督 是这个 基督的这个 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 弥撒亚 这个词来自于这个 希伯来文 所以希伯来文是这个 靠先 希腊文相对靠后 那他 但他们的 所隐喻的含义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 他们背后的含义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是就这么个 就这么个故事吧 所以这是我想跟朋友讲的 所以他也蛮在推自己YouTube的 所以这个 这个呢 有些人认为是零的 有些人就会认为不零 因为追求这些东西 我跟朋友解释呢 是说他所看到的麻烦 是非常靠近 非常靠近 所以我看到很不好的东西 是在我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 非常虚弱的时候 当时可能朋友 今年年初有一段时间 韬哥每天只做一个 或者两个节目 就那时候 做那一两个节目呢 我用了一天的力量 我后 那做完那一两个节目 我就一天不会说话 说不了话 可能有些朋友敏感的知道 有些人大多数不一定知道 所以这是咱们就讲这故事 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走道都困难 但是可能朋友说看节目中 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所以当你人身体不好 非常弱的时候 你真正给你看到 那我看到什么 是跟我个人修炼有关 修行有关 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他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到的时候 就有另外的问题 所以他就有了一种 借助他的话 借助他的公共频道 那有这种高级的生命去 向人们提示 所以我做这么多铺垫 所以咱们就讲说 他是站在基督教也好 站在哪个教也好 那是他自己的表示 OK 他在7月3号做了三个节目 一个是讲货币 一个讲货币 一个讲钱 对不起 一个讲大地震 忘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讲什么 忘了 但是他好像是在不同时间放出来 我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 讲这个 他讲的这个 是地震 他在讲这个大地震的时候 跟那个密西西比那个大地震 不是一个 这是他讲的另外一个大地震 这个大地震 他没有讲时间 他只讲 他比较注重讲 他怎么看到 他看到的很神奇 就有点神奇 他特别提到说 神把他提到了一个 他就这么讲 神把他提到了一个 相当至高的位置 然后让他坐在了一个金鸾殿里面 英文的原词就这么说 金鸾殿里面 我第一次看 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 坐在金鸾殿里面 就像什么 玉皇大帝 人家没有玉皇大帝 真的有点像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他提到一个高的位置上 神跟他说 你不能在人的这面看 太脏了 人充满了肉欲 太脏了 这是他的原话 跟涛哥跟朋友解释的 非常一样 人充满了肉欲 阻碍着你看不到 给他提到那个位置上 给他提到那个位置上 让他安静的俯视去看整个美国 他里头就这么写 然后他呢 从 Time Square 去带广场 然后突然 另外一个画面 又到了夏威夷 对不起 到了这个 到了一个佛州 玛米 从玛米 又回到了纽约 然后一扭 就这么一转 就给他上到金兰殿 到了金兰殿之后 再往下看 看到整个美国 然后 牛脸看到了 波特兰 就是 俄勒冈州吧 应该叫 俄勒冈州的 波特兰 然后在波特兰的上面 就是这个西雅图 然后他看到了大地震 这个大地震呢 是沿着 从波特兰再往下一点 不到旧金山 那是5号高速公路 一直往上 就一直到了 加拿大的 维多利亚市 和这个 和温哥华 BC城 一直往上走 然后甚至延伸到 往上延到阿拉斯加 就是顺着波特兰 在 旧金山往下 旧金山的位置上往 往北走 然后 整个 太平洋的沿岸 就是 北美的北部的西海岸 整体出现大地震 然后 在他的另外一面 就是 波特兰 挨在这边 我没有去过 那就是洛基山脉 就是横砖北美上下大西岸 所以那是一个断层带 那 洛基山脉起来了 在洛基山脉的 靠近太平洋沿海这边 这就叫 断层带 这是被切开的 涛哥学地理的 学了很多年地理 就 文家宝他们都学着 所以他 他自然这头就下来 这头就起来 他讲的故事就是 地质上 科学 科学就是说 罗基山往上起来了 这边往下下了 一直沿到这个白陵海峡 阿拉斯加州 那波特兰的相当一部分 就毁掉了 进了海水里了 西亚图有一个什么太空针呢 就完全倒塌了 崩了 又跟那个2012那个电影里 他讲的意思差不太多 然后一直往上延续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 就是人类历史中没有记载的大地震 那这一份地震呢 引起了整体太平洋的大海啸 他说把日本摧毁了 他如果日本摧毁的话 在台湾呢 其实他摧毁的日本应该 我不知道这海啸 如果这么说 海啸到底有多高 就没办法说了 我们也不清楚 比如说那台湾的 沿着太平洋一侧的话 他的那个山脉有多高 也就是说 台湾像花莲这些地方 就全毁了 按照他的说法 那日本是在他的 也是太平洋一侧全毁 他讲的很笼统 但是他里面讲述了一个 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些 只有在修炼中才能理解的东西 他并没有太这么 他没有太这么说 所以这是他讲述了真正的大地震 没有时间 没说什么时候发生 但是呢 加州大地震呢 一直被人们称为是应该有的 那在加州大地震的 一直没有的情况下呢 被人们觉得很奇怪 但他提到了一个先决条件 先决条件就是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会出现这个 先出现这个 叫做什么火山爆发 而就昨天的时候 昨天吧 黄石公园出现了这个 大的这个 喷泉式的东西 现在你所看到的景象 是昨天位于美国 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的 地质突发情况 7月23日上午10点 美国黄石公园著名的 饼干盆地间歇权 突然毫无预造的喷射出了大量的 火山灰掺杂一江 而这次非正常的强烈喷发 使得现场的游客 也感到了不对劲 他们开始惊慌逃跑 可以看到这次喷发相比于 黄石公园平静时的间歇权 那真的是大了几个数量级 众所周知 占地接近90万公顷的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整个公园其实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超级火山的火山口 而这座长60公里 宽29公里 深度达到了8公里的超级火山 最近一次喷发 是在公园前63万年 但是自2004年起 我给大家就插播了 黄石公园那个喷泉出来 那个讲说 黄石公园这个喷泉呢 沉没了2000多年 上一次喷发 是公园前600多年 有人那是中文那么写的 我相信它应该不是空穴来潮 那就是黄石公园本身是个 与火山相关的内容 那很恰巧就它爆发了 但他讲他的意思是说呢 神告诉他人太坏了 人太坏了 他说神对美国非常的会顾 一再会顾一再会顾 但是美国没有 没想到美国今天堕落到这份上 然后他就提到说 看到了一个女人金色的头发 极端的自傲自恋放荡欲望 他在形容这个女人 是个金发女郎 那这里面 但他说应该是个隐喻 他想不清楚这是谁 找不出对应的 但是如果在波德兰的话 在黑人命贵的时候 2020年 在波德兰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时是安提法跟黑人命贵 在波德兰闹 结果警察去维持秩序 结果在那是个 江要黑没有黑的时候 一个白人女人 21、22岁 把自己脱光了 坐在马路中间 把俩腿打开 警察在对面 警察的车灯 正好照着他的完整的正面 那张照片 上了纽约邮报 纽约时报 英国每日电讯 上了若干加大媒体的头发 那张照片 我们在当时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我这个 没法弄了 那 那个女孩子这么干 把警察吓跑了 后来我就记不得是在波德兰 还是在西雅图 那直勤的警察 遭遇了类似女人的骚扰 这个直勤警察在那站 那直勤的警察在那站 然后那个女人就是把自己 就整自己吧 就这么着 所以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 他也说不清楚那是谁 但是呢 他认为是一种比喻 那为什么出现故事呢 他说在美国呢 本来神照了一个金色的罩子 这个金色的罩子呢 把美国全都照起来 在美国的边缘的地方 甚至都用那种金线给缝上 后来神不干了 就把那个 把罩子给打开 拉开了 黄石公园就地震 基本上他的陈述是这么个陈述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意思 就分享什么内容呢 他从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就是神把他拿到高处 神把他拿到高处的话 我个人从这是修炼上看 这是师父教的 这个人们如果天幕开了的话 您可以看到 肉眼通天眼通 慧眼通 伏眼通 伏眼通 是指人的生命静静 按照他所描述的 就有点像到了三界的边上 就是 再厉害他就出破三界 但不能让他出去 就等于在三界边上 三界边上 就是 所以他坐在玉皇大帝那个金装带 我是这么形容 就是红尘在他眼睛里 都在下面 所以他能看见全面 如果 可能就西方极乐世界 游记 就类似这样做 是把他的魂魄拿上去 可不是这块肉 那块肉他还在那 那 所以在那个位置上 让他看这个 这是可以做到 这个 这个 有这个东西就 你只信不信随你了 这是他可以做到 那他 他不给他时间看 没有给他时间看 那没给他看时间呢 就就流下了谜 没给他看时间 也就允许他可以这么说 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就是非常有趣的一点 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 我们看预言 有人这么说 有人这么说 为什么说法不一样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 翻书说的 这事就爆发了 那就下拜了 哈密尔顿帕克针对美国现状 就他他昨天做了一期节目 他是按照中国的《易经》说的 他小时候14岁的时候 有人送了他一本《易经》 完全《易经》推断 那你要《安易经》推断 你就没戏了 他就《安易经》推断 什么叫没戏了 你就失去了 他天目能看到的使命 生命的使命失去了 就变成了学术 变成了算命的 小老道了 对不对 那小老道算命的 江湖了 这就完全两回事了 就是江湖是用人这边的知识在算 你算《易经》也是这么算 他是用自己的魂魄看 生命的完全不同的两部分 基本上我跟朋友解释吧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他讲的内容 他讲的内容因为 就是他的描述的方式 比较乱 所以我大概跟大家再讲一下 因为我翻译成中文 我文字都有了 跟大家讲一下 他讲的主要 第一他说这是他看见的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整个片段 他在当时他正在为经济崩溃而祈祷 所以我眼睛里看到应该是这个事情的发生的前后时间 就跟经济崩溃前后时间类似 等同的 他跟密西西比的那条大地震会不会同时间出现 不知道 这是两组不同的环境 然后他提到说 他先到了时代广场 然后 是这个 他看到的是一个吉普赛马车 但没有马 车走得很快 无法控制 就冲着撞下来 一撞他的瞬间就给他带到了曼阿密 然后为什么是这样 他可能是在另外的某一个空间里 就是同样在 在这个 同样在时代广场这个相应的位置上 在某一个跟他的魂魄在某一个时间里 但已经凋零了 完全都不灵了 然后他去了曼阿密 那里面都是霓虹灯 什么都有 但就没有人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月亮 在时代广场有巨大的月亮 在曼阿密有巨大的月亮 非常安静 巨大的月亮代表什么 因力十五 时间 这是时间 因为 因力初一 大年三十没月亮 所以这 大家就看怎么解读了 我说的可并不一定一样 然后他说他突然把 说神给他一下给射到天上去 他就这么行 带了看到金鸾殿 他说我必须得给你带到 神跟他说必须带到天堂的边上 所以羽黄大帝金鸾殿 然后他看到了下面的地球极其混乱 神跟他说你不能在这样一个充满肉欲的地方 去讲神给予的预言 对神是玷污的 所以他是透过了他让他看的时候 没有通过他的肉身 神让我很安静的 让我稳下来 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戏 一切为什么叫不过是一场戏 红尘本该一场戏 要看破红尘了 你就说这意思了 他说安静下来看到美国的全景 然后神跟他说了三遍 我祝福了美国让他繁荣 我给了他所有他缺失的东西 我祝福了美国让他繁荣 但是在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美国女人 金发 衣着很暴露 神说他太骄傲了 他说太骄傲了 然后他这个女人看起来像个妓女 看看美国的国会的女人 咱可不说是谁 就在波特兰 那个女人 你这个这个 然后你看看现在的叫做什么 什么什么人妖皇后 相比其他国家 我给予美国更多的祝福 让他更强大 但他太自傲 太自我 只会欣赏自己 不关注任何其他 所以这就是神 表示 That's enough OK 就这样 然后他其实说 我看到了一个大的金 大大的金方块 很厚 他说超自然的盖子 这是他自己形容的 他话说的挺逗 什么叫超自然的盖子 在人间没有的金子 金色的 他就超自然了 但他知道那是个金 盖在黄石公园呢 他说神把这个边上都给缝起来 盖得很紧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代表着地震的发生 黄石公园 他说突然我看到这个捆绑的地方呢 那个地方呢 就扯开了 地球和这个保护层之间露出了空间 保护层的说法我个人是非常接受 就是那保护层的说法是跟人的生命本身有关 跟地球 那这就是一种 他不是不仅仅 就是一种教训吧 不好叫惩罚 然后他就突然看见火山爆发 在波德兰 俄勒冈州的波德兰 看城市被摧毁 看到了西雅图的太空针被摧毁 然后在波德兰这个地方 跟海之间完全裂开了一个大大的地震台 这你看到这就是下面这些 这就是波德兰 然后中间那是一直顺着那条线 往上走这条线 下面这就是波德兰 然后往上走是五号高速公路 美国国家五号高速公路一直往上走 这就应该是顺着那条 就是洛基山脉在太平洋一侧的这个平地 跟海岸跟海岸之间的平地 所以就会到西雅图 顺着西雅图再往上走 就进入了加拿大 所以他讲述其实就这条线 你可以把它很简单的理解成 很简单把它理解成就是 洛基山脉的太平洋一侧的部分 整个这部分你看到都是国家公园 国家森林国家公园实际是洛基山脉 所以他看到就是在五号公路的另外那一侧 全都掉到海里了 他已经不是简单的地震了 这是人类毁灭的概念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一遍他就讲说 波德兰的陆地一面断裂入海 另外一面升起来 一直延续到旧金山 旧金山在下面 这是波德兰 这是波德兰 这是洛杉矶 这是圣地亚哥 洛杉矶的上面就是旧金山 照不照旧金山 这儿 这是旧金山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 大概就是这么个位置 所以他是讲旧金山往北往上走 然后他就提到说 像电影里一样全都完了 他说整个造成了叫做阿拉斯加大海啸 一直到北边了 那阿拉斯加大海啸 他看到了阿拉斯加有火 在我们从地理上理解呢 就是当他发生地震的时候 整个地壳下面断裂了 他没有解释是森林大火也好 还是因为地壳下面的火出来爆发二号 他没有这么解释 但地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会终于出现大火 这是没错 海啸冲击了日本 冲进了东京 日本被摧毁 夏威夷 然后他说造成这一切的原油标志 是黄石公园出现的地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西海岸的事情 他说这个视频应该是在讲 关于圣诞节期间之前的一个视频 他是这么说的 说的很乱 所以如果圣诞节之前的一个视频的说法 他没有说是哪个圣诞节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故事 对吧 那我们能够接触的是现在这个圣诞节 大家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把这一段视频放在这期节目的下面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